其实这个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一个现象 其实谁对中国大陆依赖最深 就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依赖最深 你看你们 罗伦强那个图 没有是他们需要我们 他们需要台湾 那其实需要也是一种依赖啊 因为当他需要你的时候 他会给你买东西 有一天他不跟你买 你不就完了吗 所以呢实际上 不管你怎么去解释 就是我们对他的依赖越来越深 这个是没有什么好去讲的 你看1999年的时候23.7% 到阿扁的时候变成40.9% 马英九的时候还下降到39% 结果现在蔡英文又上升到43.8% 那就表示每一次民进党的时候 你真的是嘴巴说不要身体但很诚实 你每次都说不要依赖中国大陆 不要依赖中国大陆 可是到最后就是去依赖中国大陆 因为你不靠中国大陆 你的经济就是起不来 那我也必须说 好根据严若芳的解释 是美中贸易战之下 造成大陆对台扩大采购拉货 那如果这样的话 假设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就觉得奇怪啊 不是我们一直都把 这个中国大陆是为扣仇吗 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要卖它 而且全世界各国都在抢我们的货 不是吗 那你你卖给欧洲比较 比较价钱会比较好 还是卖给中国大陆比较好 当然是卖给欧洲比较好 那你为什么不卖给欧洲 为什么不卖给其他国家 干嘛卖给中国大陆 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断了他的生命 我们抵制他 我们就抵制他 我就是不要卖给你 怎么样 趁你病要你命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 根据绿营的讲法 他们因为新冠肺炎 然后呢他的经济又一片糟糕透顶 然后现在对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又这么的依赖 那趁这个机会 你不是都把他当敌人 你就直接给他死啊 就全部都不要买啊 不要卖啊 那你觉得看会怎样 要不要试试看 看谁会宣导 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 看谁会宣导 所以我觉得 严若芳老实讲 这个发言人 从上台之后 没有讲过一句正经话 每天都在胡说八道 我必须讲 我知道你落选了 你必须要找个工作 可是拜托你讲话 也要有点基本逻辑嘛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们怎么去解释 那马英九的时候 明明39% 明明都比你们两个低啊 比陈德扁跟蔡英文都低啊 那为什么你们说他一代太深 你告诉我这什么理由 我明明一代比较少 结果你说一代太深 那理由到底何在呢 实际上台湾的产业结构 现在是越来越偏向 高级产业 能够赚钱的产业 产丛产业逐渐在没落之中 那政府真的有帮我们转型吗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蔡英文政府一上台 讲得轰轰烈烈的新南向 后来呢 后来什么都没有啊 新南向 后来我们就被 困难的难 我们整个被人家提出来 完全人家 现在RCEP这些东西人家都加入了 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 那其实我必须讲 我要提醒民进党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好你现在死鸭子嘴硬 说我们没有对中国大国利益太深 是中国大国利益太深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今年是这样 你成长到43.8% 据说我们整个对中国大陆出口成长了14%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假设疫情过去之后 中国大陆对你的需求不再这么意见 他不依赖你的时候 请问一下你怎么办 那台湾的产业何去何从 如果疫情全世界疫情都结束的时候 不只是中国大陆不需要我们 可能欧洲也不需要我们了 美国也不需要我们了 请问一下台湾产业准备垮是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政府不要每天用这种胡说八道的方式 用这种自己去设定 用莫名其妙的标准方式去欺骗老百姓 我觉得到最后一定会被反思 其实台湾现在摆在眼前的 就是我们对他的出口越深 越加越多 就表示我们对他依赖越来越深 其实我们对美国不越是一样 我们对美国当年 在讲说对美出口越来越高的时候 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对美国出口依赖越来越深吗 所以我真的 拜托民党政府不要再胡说八道 你觉得台湾老百姓真的这么好骗吗 所以到底是谁卖台 你记得在马政府时代 民党通缉马英九 说眼中只有中国大陆 可是如今数字会说话 你对大陆的出口的贸易的占比 就是比马政府时代还要来得高 可是民党政府却说 是大陆需要台湾 看到这我还是觉得瞠目结舌 是说民党自欺欺人的能力 真的是更进阶了 还是说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的台湾价值除值的不够 你的台湾价值显然是不够 提醒你要赶快去除值 但是刚刚宾哥已经讲完了 我跟宾哥本来就是唱双簧 就这样讲白了是不是 沿若芳可能是对的 就说我们中国大陆 他拜托要给我们买 先不管沿若芳讲的对不对 我先讲一件事情好了 不管我们现在出口依赖 从原本的二十几到后来的四十几 到到回马英九的三十九 再变成蔡总统的四十三 我先讲一件事 因为这个话题我以前就有谈过了 应该也是在千惠节目讲 去年的八月 2020年的八月 不止四十三 四十六 八月特别高 因为那个月可能 就是出口大陆特别多 四十六的概念是什么 如果是小数点之后 四十五六就将近是五十 有一半都是出口中国大陆 台湾现在一半 比如说我今天 我今天一个月的收入所有来源 我白天在这个定材上班 晚上开计程车一半一半 我失去任何一个工作 我就会失去一半的薪水 有没有被掐住脖子的感觉 所以这已经很高 这第一点 不管这么高 现在的解读 冰哥那才是正解 大家不要被误导了 今天就直接讲答案 冰哥那个是正解 你对他的依赖高 你赚他的钱 那他突然有一天不让你赚了 你就把布了 简单讲是这样 但是尤其他方告诉大家 其实我刚刚在听冰哥讲的时候 尤其他方身为民进党的发言人 可能也不是他个人意见 民进党讨论以后 我们用这个说法来讲 他是发言人 他印头笔照上 留下了很多事后被网友笑的 哈 这样子叫做中国需要台湾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美国去年卖给台湾的武器 是世界第一的 因为台湾狂买嘛 所以证明美国非常需要中华民国 美国非常需要台湾 然后还给我们反倾销 所以扣到98.44对不对 所以重点都在于就是 今天两边本来就是有互动的 没有错 当我们卖去 而他们也要买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双向的 两岸越互动 其实仇恨值就越越降低 没有错 可是你嘴巴上就是要讲这样 他很需要我 我就举个例子就好了 澳洲的红酒卖去大陆多不多 中国大陆跟澳洲 一旦外交上出现嫌弃的时候 他直接给你红酒的税提高 大家要抢喝红酒嘛 干嘛 澳洲的红酒卖去大陆多 是依赖大陆 还是中国人需要澳洲的红酒 中国大陆 我好需要澳洲的红酒 拜托你不要给我 你如果不给我 我就惨了 是谁被谁掐住 这个事情是谁被谁掐住 是哪70艘的澳洲的运煤船 现在停在中国大陆外 还没有办法过去 他不让你靠岸 船员在船上已经等了半年 已经等了六个月了 没有办法靠岸是谁 到底是谁 是中国大陆依赖澳洲的运煤船 还是澳洲运煤船 需要把煤卖去中国大陆 那今天话讲回来了 你的依存度一直提高这件事情 不管是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还是中国大陆的依赖 台湾 我就讲蔡英文总统自己讲的嘛 他跟大家说 2016年5月的时候上任的时候说 我要积极的加入TPP RCEP 跟降低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 你跟大家讲要降低的 所以你这样一看起来就是 你等于要降低中国大陆 在台湾的依赖了 但是你已经讲了嘛 蔡总统是说要让台湾 对单一经济体 对中国大陆依赖降低 因为我前一个总统的马英九 到了39% 马英九39年次了 马英九其实39% 这也有一个梗 我要跟大家讲过 应该有观众朋友听过了 因为阿扁从他刚上任的时候 李登辉前这种时期的将近23.7是24 因为这些数字我都记得很清楚 为什么用1999年 因为2000年的时候 前五个月是李登辉前总统 后面七个月是陈水扁 2008年也一样 前五个月是阿扁总统 后面七个月是马英九 所以罗志强今天找的就是说 完全自己负责的 1999年李登辉自己负责 23.7 2007年陈水扁前总统自己负责嘛 已经40.9了 对 将近41了 马英九就是跟阿扁 从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就在台大之后还一起 对不对 还辩论在台大辩论 他就是不要输给陈水扁 所以当陈水扁对中国道路 一来是40.9 将近40元 我就不能超过那个数字 他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常常在订 他跟金发或跟金夫 讲说我们每天紧订 交通汇报 每天紧订这些事情 就是不能超过 所以马英九的这样子几年下来 没有超过39% 我一直在40%的上下 但不要超过陈水扁 好那问题来了 你今天讲马英九对中国道路 哇已经到四成了 好高哦 39成多 那你自己怎么放任自己 继续往上加 那你在批评马英九的时候说 这是被中共掐住脖子 被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 直接先经后证 有没有听过这个话 现在大家没在讲了 马英九 哇 ECFA好危险哦 先经后证 好那很简单 今天既然 你看 刚刚的逻辑 再讲一次 兵哥的是对的 你要等下回头去看 严若芳发言人的是错的 但是我就顺着 严若芳发言人的那个逻辑来讲 中国大陆军机又要绕台啊 照这样讲 军机绕台算是保护台湾 还是 中国大陆军机要绕台 台湾民众觉得生气 对不对 又不让我们去WC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 适度惩罚他一下 他这么需要我们 这么的依赖台湾 那就把一个法断了 他就会怕了 就把对大陆的出口现在是43点多 把他直接降到剩13 直接砍30% 反正全世界各国会抢着要嘛 每个国家 我们终于不卖大陆了 我们还可以赚更多 还可以国际地位 还可以跟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交好 还可以让中国大陆会怕 以后求我们 拜托以后我们都不敢了 可不可以拜托你再把东西卖给我 一举速得怎么不赶快做 这么好的方式 不能遮我知道 赶快建议民进党 大家民进党中央的脸书去写说 原来是这样 中国依赖台湾 那我们赶快不要让他依赖 这样子他就会怕我们了 不要只有讲 赶快做 说断就断 不要再等了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立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